台股現在 大家都長好多啊 還有什麼菜色能下手呢 那肯定是我推薦的隱藏菜喔 歡迎收看胡了吧 我是小學徒方瑩 我是大廚 曾鴻 初次見面久仰大廚大名 我來這邊之前做了一點功課 特別帶了一點伴手禮要給大廚 是什麼好東西嗎 我先來考考你 答對了我才要給你 那有什麼問題 大廚你知道乙醇是什麼嗎 我知道啊 酒精啊 真不愧是大廚好聰明喔 那你知道假謎是什麼嗎 欸這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啊 假謎就是當你不想假崩的時候 你就可以假謎 那你知道誰吃麵吃得最快嗎 瘋狂假麵 那你還是快開蓋吧 好的請看本週的菜單 首先看到是榮鋼 受惠疫情後 航太業復蘇 油氣等強勁的需求 去年的營收又創歷史新高 未來的展望 是否有可能期待呢 榮鋼啊 近期已經佔到了季限 可這個年限啊 50.5有沒有辦法克服 就是非常重要的觀察的重點 如果榮鋼的股價 有辦法佔上年限之後 他就有機會再去挑戰前面的高點喔 接下來看到的是光電葉的聖銳 這我知道 就是在做各種電子監視系統的加工製造 只是就不知道籌碼面如何了 現在多好害怕 小學徒別怕別怕 聽我娓娓道來 因為這個聖銳 他出現了兩根中長紅之後 雖然他股價壓回 但是他只要能挑戰年限成功 站上去的話 他就有資格再去挑戰40元的大關喔 接下來看到的是 蒙利 隨著AI跟5G普及的推升 高速運算的需求量大增 玻璃基板封裝 將成為AI晶片的競爭關鍵 蒙利還有什麼利多的優勢啊 蒙利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 他實際上已經佔上了年限 跟剛才前幾檔股票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他是比剛才前兩檔股票還要更強 因此這個地方 蒙利有機會去挑戰 他的一個短壓區43到44元 挑戰成功的話 後面還有行情喔 聽完這些讓我更期待大廚的隱藏菜了 是什麼呢 隱藏菜就是他囉 那為什麼他是那麼棒的隱藏菜喔 第一個 他去年虧損 可是主力卻一直在買 這後面一定有蹊蹺喔 第二個 他區間整理個5個月 都在洗盤洗盤在洗盤 為什麼呢 我在想今年的獲利一定有大轉機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喔 哇這次隱藏菜好像很有料耶 大家想知道隱藏菜是什麼嗎 我都會在群組跟大家說喔 沒錯 記得加入股市同學會的LINE AT跟Telegram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胡樂爸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